上個星期的YouTube FanFest已經圓滿結束 在這次的活動 我認識到有口好吃這個頻道的阿俊 我們看完之後 是覺得有必要要出一條完整版給大家看 究竟是發生了什麽事 我們先講講活動背景 這次是有幸得到Google或者YouTube那邊 就邀請我做今年的FanFest其中一個單位 做一條一分鐘的短片就講關食物 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家裏究竟有什麽 在COVID-19都一樣是可以達成得到 這條短片會是由這麽多位在亞太區被挑選出來的創作者 去拍在一起 一起去玩這個FanFest活動 看開本頻道的自家製阿媽咖啡 應該知道我很喜歡做這些東西 但是如果沒有Google的邀請或者沒有這個動力 我想我應該不會拍一個阿媽咖啡的Full Course 給大家看究竟怎麽準備和怎麽上 Hello Hello 開始了嗎 開始了 Hello Let's go Hello 大家好 我是Arthur Chan 香港主食的Youtuber 最近這個疫情大家應該就很少出去吃飯 即是去不到旅行 其實我們在家裏是可以煮飯的 包括一些家常小菜 或者是一些西餐 這次我就在家裏模仿一個 幻想自己去日本的一個小旅行 在家裏吃一個很小型的日本料理 我們一起去廚房看看我會準備些什麽食物 日本料理會整理用到一樣東西叫做出汁 即是昆布木魚水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之百搭 經常在日本料理中會用到的一個調味 或者是一個成份 在小弟這個月的自家製 我媽咖啡餐單裏面 會有一個先附 即是類似前菜的一個物體 會用到奶尿蝦來做食材 那個詳細的步驟 那個食譜會在之後會發布 即是說在這條片 不會盡量去講怎樣去做這個食物 這條片反而是會重視怎樣去完成 或者是預備我們的食物 不過都透露一點點 其實就是將那些奶尿蝦 用一個調味好的水去灑一灑它們 然後將它的頭、殼的部分就掉出來 將殼和頭進入水裏面再煲 收回一個非常之甜的湯 浸泡著這些奶尿蝦來上 OK 這個食物叫做奶尿蝦燥味噌 很多的原理是類似是… 不知道 不懂得說 還有這條片主要想做多一點ASMR的效果 所以沒有必要去旁塑的部分 就不會旁塑的了 大家享受吧 假如有觀眾問這隻蝦怎樣拆 放心 我們下星期會有條片 跟大家分享怎樣去拆下肉和整個球出來 這次這個食物預備會是由昨天準備 就是說前一晚我們要準備好 我們剛才看到的畫面 否則第二天你基本上應該沒有時間去做其他事情 我們的主菜會有些摩皮魚、池魚和沙甸魚 我們要準備的 怎樣處理 我們去片 好嗎 其實湯池魚 或者這個芯 其實它們都是跟這個深海池魚的方法一模一樣 都是去掉一條骨邊 然後刮鱗去頭去內臟 假如你不立即用 就用你的方法再去保存好就可以了 至於剝皮魚的處理步驟 我們先前 即是以前的影片已經示範過 所以這次就盡量都是會飛 所以還是要撕皮 然後這條叫做沙甸魚 是一個比較難處理的魚 我們要用手湯的 我們待會也會示範一下這樣做 好 我們繼續做我們第二天要處理的功夫 它就注出沒有護座部分 照bau涼及 modules 就是目前為止 然後可以把烘水 落體4分鐘 所以 given started 然後把烘子就要所以 然後找一些烘子 均 damaged 爐 會聯絡 過散 我們剛剛製作的是這個剝皮魚的乾醬油 然後下一部分 這個就是吞拿魚的赤身部分 經過這個十四天的熟成 我們這個餐單的設計 是會將它造成這個赤身醬油漬壽司 小弟認為赤身醬油漬 應該會比赤身醬油漬刺身更加好吃 那個飯的醋味會帶出到赤身的香味 我們熟成員的赤身是需要將不吃的部分 即是不能吃的部分飛走 然後將可以吃的部分改為壽司的切割 在這裏要補多一句 這一餐一定不是做一個一人前的 不過我是示範一下究竟怎樣去處理 沒理由搞壇大龍鳳之後做給一個人吃 當然是做給起碼三四個人吃 好 然後這個就是日本來的車海路 即是花粥 很多人都認為花粥上水會死 這些木糠的作用就是以保存它的生命 放在雪櫃過夜之後其實它都還沒死 我們想用竹籤去刺住它煮的原因 是想它煮出來的形狀更加漂亮 更方便我們做壽司的 我們煮的時間就很 depends on你想它有多熟 總之是煮完之後就建議浸一浸冰水 去保存得好一點 好了 然後就準備我們的茶碗蒸 我們這個餐單的full course內容 會在片尾去show給大家看 究竟當晚有些什麼吃的 餘下的部分就是準備壽司的材料 我們繼續去暫停旁熟 因為大家看畫面應該都知道我在做什麼 的地方所說呀 所以我會開始煮回來 看見本 Studите 我為你可以在摺著 だから不容易吃那種的 看見本都知道 一直看見本水 看到那些人 看見本物 說的 我可以在家 保養。 好 我們沉氣的說話不用多說 這餐我們是有幾個course 其實做不足的 因為始終我們沒有炸物、沒有煮物 不過一個人做這個course 我想這裏都夠玩死你 就是一個人沒有人幫的時候 這些東西我想你出了幾多份 好了 我們的餐單剛剛就是眼前這個menu 酵菇草味增 刺身三點 一個精密 一個蟹波土助醋 幾件鏈都好 兜蹦的壽司 這樣就塗點醬油 遮一下炒 然後到最後的怎會少得就是這個味噌湯 就是面糞湯 好了 我們這個full course 一人前就是這個份量 假如大家出街吃這個日本料理的時候 有那麼多個份量給你吃 我想應該都很滿足 是不是 好了 我們接下來會補拍 怎樣去做這個蟹波和蝦菇草味噌 那大家是密切留意 喜歡的網友 請我們讚好 分享出去訂閱頻道 追蹤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是不熟不熟 很高興今集可以為大家去示範 如何去準備和製作這個 自家製我媽的Case的full course 希望大家在家都可以懷面到去旅行的感覺 我們下次見 拜拜